利率部分,不過你會發現利率我現在還沒加2% 現在2% 不過你會發現利率沒改 他的東西還在,本來是3% 那一改了,表格沒刪,所以一樣的方法 剛剛如果你的黏作了對不對,那利率怎麼辦 基本上很簡單嘛 不是就是把這一段程式碼怎麼樣 複製 然後呢貼到利率的上面 一樣會有清除功能 不外乎就是增加框源,所以為什麼加註解 有時候加註解的好處 你將來要複製貼上 比較不會犯錯 因為你就知道,從這邊貼上 保證不會錯 會從頭到尾 OK 那做完之後的話,你就再利率 H利率的話呢3% 然後再一次 把它改成1% 有沒有,他就劃線 2% 就完了 不過呢,各位有沒有發現,很快就做完了 不過呢,各位有沒有發現 在那個程式設計的時候 像這一段程式碼跟這一段程式 跟這一段是一模一樣的 有沒有,然後這一段又跟這一段一模一樣 其實 這邊就是之前同學問的問題 如果你有 共用的地方 那就請你怎麼樣 盡量用 獨立的方法 所謂的那個 可以把 比如說清除框線 這邊 三行 獨立讓它變成一個程序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可以這樣 把它 複製一下 清除框線 插入一個程序,名稱就是 清除框線 類似像這樣子 清除框線 這邊已經有一個 所以這個名稱 這邊我把這個 這個先刪掉 OK 這個 我是寫錯位置 這邊 OK 假如說 我要把它獨立出來的話 第一個 我先 插入一個程序 名稱就是 清除框線 好 它會 在最下面 再來的話 我可以怎麼樣呢 把剛剛 他們共用的部分 這三行 可以把它直接 複製或者剪下 剪下來 貼到這邊來 好 以後的話 像這邊也有一樣的 那我將來怎麼去使用它呢 其實非常簡單 以後 記得一個關鍵字 就叫call 清除框線 它就會去執行這邊 那一樣的 增加框線 也許我可以再插入一個程序 叫做增加框線 然後再把這四行 減下來 移到這邊來 那以後要執行它的話呢 我就直接 再打一個call 增加框線 所以基本上呢 頭跟尾 你只要增加一個 call清除框線 跟call 用call的方式 call 那個 清除 增加 增加 再增加框線 那這個也是 把這一行 可以把它再放到這邊 增加框線 那這樣以後呢 一樣的東西 他就會直接去call 然後並且執行底下的程序 那這個就是所謂的共用程 共用的一個程序 也就是說 他跟他之間的關係 他們的存在是替其他的程序來服務的啦 那也就是這樣的方式呢 我們可以把 可能會有很多重複的程式嘛 把它搬出來 OK 類似像這樣的方法 但是呢 像 像中間這個 這個部分 有些地方呢 又很相似 你又不能夠把它獨立出來 那我想你就保留就好了 再不然就是說 將來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這個 共用程序的後面有個框框 這個框框呢 基本上都有它的意義的 這個框框呢 主要是可以讓你怎麼樣 傳遞引述的 那也就是說呢 可能 我們共用但是有些地方好像又有點不太一樣 那我們可以藉由什麼 傳遞引述 去把它做個變更 可以再做微調啦 不過因為這一題沒有這個這個變化 所以我們之後有機會再來談 好那最後做完之後的話基本上 也許我可以在這邊設個中斷點 這邊設個中斷點 我們來看一下 利率 假設改為1% 利率 假如說呢 我把這邊設中斷點 那你會發現 扣 這個清除框框框它會怎麼跑呢 按F8 你會發現呢 他的那個 執行的 部分會這樣子 call的時候呢 他會去找找看 在你的模組裡面 有沒有這個名稱 有 他就幫你跑這個部分 那跑完之後的話呢 他就是一行一行往下跑 幫你把這邊跑完了 跑完之後呢 清楚沒問題 再回來 往下跑 輸入利率 輸入那個利率 1%好了 OK 那這個地方呢 他已經把1%跑完了 再增加框線 所以他一樣跳到怎麼增加框線 然後把他需要做的事情 再做完畢 這個部分就完成了 OK 所以 第二個請各位 剛脆把他改成call 這邊練習一下 那之前 我不知道同學問的問題是不是這個啦 就是說 如果你有很多個程序的話 大家都要一起用 那以後你就怎麼樣 你就把它 獨立出來 然後可以很多個 很多段 很多段 那以後就call call 反正就一直call就對了 OK 大概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他的好處就是說呢 可以讓你的程序 重複的地方變少了 不然的話呢 以後變成這邊一段 奇怪怎麼長的一樣 這邊怎麼又一段又長的一樣 那如果說你要修改了之後 變成說 全部都要慢慢再修改 那這個的好處就是 你只要維護 以後要變動的話 只要變動一個地方 因為大家都呼叫他 就改一個地方就好了 OK 所以這部分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就是利率的部分 以後用call OK來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如果有共用的那個程序的話 其他地方都長一樣 那你就是獨立出來 用共用 以後的話呢 有個關鍵叫call 用call的方式去呼叫 那這個部分的話 就可以 讓你去 把 一樣的東西做執行 可以讓你的程式 變成比較簡潔 更為簡潔 OK